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一節就跟大家講一下笑料 在大陸的微博上廣泛流傳著一份 香港明星力撐港版國安法的聯署名單 在這份名單當中包括了有36個香港明星 旅題有什麼人呢? 陳小春、周星馳、劉德華、洪金寶、恩子丹、梁家輝、成龍 這些似乎是很普通的 就算他們真的參加了也不奇怪 雖然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參加 但當中竟然包括了三位已故的藝人 分別是李小龍、張國榮和梅艷芳 這三位人兄很明顯就是被聯署 人都走了這麼多年 就算你找文米婆請上來也未必請得到 故此這一張名單肯定就是偽造 就是由那些完全不熟悉香港情況的大陸網民 根據他自身的印象、異淫和創作出來的產物 無非目的就是為了濫於充數 就是為了《港版國安法》來搖旗立喊補教護航 只不過他們由於自己本身沒有知名度 所以就要借用別人的聲譽 借用別人的知名度來滿足自己的民族主義欲望 實請他找張國榮和梅艷芳列入名單 就已經是足正他的低B 張國榮畢生也沒有參與過任何政治活動 就算當年八九民運 他也沒有出席民主歌聲獻中華 或者就當時的政治情況說過半句話 後來很多歌聲就著六四事件都有些紀念的歌曲推出 哥哥一手都沒有 他貫徹始終直到他走那一刻 他都沒有參與過任何政治活動 沒有論證 故此我就覺得哥哥這個不表態的自由 是值得市民尊重的 起碼在他一生當中就沒有彈出彈入 一以貫之沒有搬龍門 完全一句話都不說就是不說 就好過這個曹皮倫和阿B 以前在民主歌聲獻中華那裡 又要剝李鵬牙 又唱那些六四歌曲 你知我知這樣那樣 終於去年就去撐警 說完那些話完全不符事實 無非你都是為了拆鞋為了賺人民幣 不用踩得那些年輕人那麼盡 不用踩得那些抗爭者那麼絕 這些人所以後來流失了大批的粉絲 就是他自己的屁股 是活該的 另外 梅艷芳更加知道 就算他在生都不會參與聯署 當年他是有份支援黃雀行動 去營救那班在大陸的民運人士 離開中國 而且自從八九六四之後 梅艷芳沒有再在大陸做過任何演唱會 或者登台的活動 沒有為了去賺人民幣 而向大陸政權跪低 這件事是值得市民的尊敬 故此這個名單 你列張國榮和梅艷芳進去 完全是貶低了這兩個人的聲譽 好心就反省一下 所以在網上被罵 這些人很划算 你這麼喜歡做就做別人 不要做哥哥和妹姐 真是拍到壞了 當然這班人不認識香港的情況 不奇怪 比如說近日在網絡流傳的一份 叫做反中亂港甲級名單 裡面包含了兩名已故政治人物 分別就是司徒華和李鵬飛 如果你要抽出這些反中亂港份子 你要問誰拿 叫嚴羅王交人 還是叫誰 所以這些製作是非常粗疏的 應該就是那些大陸網民 隨便在網上搜尋一通 之後就握名字在這個名單當中 不管是聯署名單 或者是反中亂港甲級名單 都是類似的操作 另外今天 蔣志光在Facebook發表了一條貼文 他否認有份參與聯署支持 《港版國安法》 我覺得蔣志光真是值得市民的掌聲 起碼來說 不能夠以政治正確來凌駕自由意志 有簽就是有簽 沒有簽就是沒有簽 他就說得很清楚是沒有簽 到底他的聲明是怎樣說呢 他就說 鑑於近日有一篇《香港文化演藝界支持國安立法聯署聲明》當中 出現了蔣志光的名字 為免誤會他就現作出聲明 他從來沒有在這份聲明當中簽過任何的文字 而當中如果有同名同姓的話 相信就另有其人了 僅此公告以知識別 蔣志光說得很清楚是沒有簽 不要誤會了是他簽 這件事為何值得讚賞呢 因為在這份所謂演藝界支持《港版國安法》的聯署名單當中 是有千多二千個名字的 到底當中有多少人真實有參與過聯署 有多少人純粹被盜用了身份 然後將姓名放入名單當中 相信後者也是為數不少 但目前來說 只有蔣志光一個人出來澄清 不要說其他 只是肥媽的名字都已經有 Duplicate 一個就是肥媽 一個就是 Maria Cadero 到底你是誰是肥媽 難道肥媽另有其人嗎 所以這些名單肯定就是充滿了水份 不過有些藝人可能覺得 被人簽了就簽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為免在演藝事業上哪麻煩 為免以後不能再回大陸賺人民幣 不能再回大陸演藝圈演出 所以就索性當沒有回事發生 所以蔣志光在這個亂世當中 起碼他就夠膽作出聲明否認 就已經值得讚賞了 不要說他表不表態 他不需要表態 為什麼呢 因為在當年八九學運的時候 香港就推出了這首歌曲 叫做《為自由》 這首歌是由盧冠廷作曲 然後找來了香港演藝界的明星大俠唱 這首歌的目的就是為了聲援北京的學生 好了 當這首歌灌錄好的時候 那餅帶當年就是由蔣志光親手帶到北京那樹 交給學運的代表 來作出一個聲援 只是這份心意就已經表達到 他當時是怎樣支持這些學生 忠然後期 似乎他加入了TVB之後 沒有再為這些政治的議題發聲 但起碼來說 他沒有先走到對面 大家可以回憶一下 當年在快活局馬場舉行的 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 裡面有多少參加的歌聲和藝人 在過去的30年 是轉軌才行的 起碼是蔣志光沒有轉軌 他現在不說話而已 根據2014年11月《明報》周刊的一篇報導所說 就說 蔣志光當時的兒子十九歲 正在讀大學 對音樂是有興趣的 他說蔣志光就從兒子那一輩 最近在佔領運動當中的表現 有很多啟發 他說 起初他去金鐘看過 看看到底這些人是不是亂七八糟 但他看到的東西完全是正面 很感動到他 他說 新一代有理想 獨立自主 有堅持有自己的想法 他覺得很精彩 這群年輕人 明天是屬於他們 他們的質素是高的 香港值得驕傲 政治立場他就不多說了 他只能夠透過音樂 一群喜歡音樂的年輕人 可以傳下去 這已經是一個非常清晰的說法 所以蔣志光今時今日 不用表什麼態 不用那麼廉價 簽名又說自己撐國安法 你撐什麼才行 這群人是 到底知不知道國安法裡面的內民 是說什麼才行 撐撐撐撐 最好笑就是 環球時報或者特區政府 就批評 美國總統特朗普說 這個國安法條文都未看 都未曾出台 就批評 我想請問你撐這群人 又撐什麼呢 你說人家批評那群人是盲撐嗎 還是怎樣 大家近年也會發現到 為什麼這麼多這些聯署活動出現了 甚至乎在聯署名單當中 有很多人名登上去 但是有很多都不是他自己簽的 連田北俊自己都出來說過 他根本上沒有參與這個支持國安法的聯署 只不過他曾經擔任過其中一個同鄉會的職位 於是乎人家就登上去 到底有多少類似的情況出現了 到底在你這些所謂聯署名單當中 有多少是包含了水分 根本上你就沒有這樣的民意基礎 其實大陸自己都一清二楚 心知肚明 於是乎他就要自製民意 他就要營造一個假象出來 就是變成好像主流民意 你都支持這個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但是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最新的民調結果顯示 有三成非建制派的支持者 即是藍絲 喂 他們都是反對這個國安法 其實大家看看有多少人走到銀行門口 那樹排隊換美金 或者開納離岸戶口 有多少人走到速遞公司門口 那樹排隊想續領BNO 就已經知道民意的走向是怎樣 就算搞多少街站 要支持港版國安法又有什麼作用 當然 到底你這些簽名有什麼作用 你走到白宮網 聯署都說要被美國政府施壓 要他回應 你簽這些支持港版國安法的街站 根本就是項莊武劍 志在配公 到底有多少人參與聯署 或者到最終那個真實聯署數字是多少十萬 這些完全是不重要 他最重要就是在市面上製造一個氛圍出來 就是要告訴市民 有很多人都是支持港版國安法的 他就是要使得那些意志力比較薄弱的人動搖 就是要使得那些淺藍中立和淺黃的人歸邊 問題就是在這個資訊自由流通的社會裡 有多少人是會落搭縱伏才行 肯定就是徒勞無功 故此無論再搞多少這些什麼界別的聯署 或者是搞這些街站 基本上都是自欺欺人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